大批人响应网上号召 下午在铜锣湾一带聚集 反对港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和国歌法 期间有人堵路纵火习警 由大厦天台订玻璃瓶 又破坏商铺和交通灯等设施 警方多次发射催泪弹 又出动水炮车驱散 截至下午4点半 警方拉了最少120人 大部分涉及非法集结 人民力量谭德智中午 在铜锣湾崇光百货附近设街站 说派口罩和搓手翼 周围有大批人聚集 警方说现场人士参与未经批准集结 涉嫌违反限聚令 又说谭德智涉嫌组织非法集结 还有不理会多次警告 以涉嫌非法集结拉了他 接近下午大概1点 警方举蓝旗警告 有人用雪糕桶倒路 电车要停洗 在圭尼斯道和波斯库街交界 有黑衣人向警方订遮击杂物 警方施放多枚催泪弹拘杀 警方在社交网站解释 是因为同学湾有暴徒集结 袭击警察 并向警察订硬物 也有人在湾仔聚集 用小巴站牌交围栏 在菲林明道和圭尼斯道交界设路障 拆铁栏 又用杂物和路边水渠盖倒路 几个月前一幕幕的画面重演 有报纸档的物品被人推出马路 是否搞你普通市民 是否搞清楚 我是普通市民 在圭尼斯道和杜铁栏道交界 有防暴警察举黑旗警告 装甲车和水炮车戒备 向铜锣湾方向推进 近马斯道防暴警察施放胡椒烟劑 驱散行人路聚集的人 又举橙旗 附近一带的商店落闸 在圭尼斯道和劳压道交界 有黑衣人搬铁栏出马路 又破坏交通灯 在地盘搬东西出来 警方到场之后 搬走马路障碍物 但是继续有人用杂物倒路 差不多时间 大批人走出湾仔告示打道 沿途倒路 警方再施放催泪弹驱散 大批人向铜锣湾方向跑 警方说有暴徒在湾仔一带 用硬物击打交通灯 堵塞多条马路 警方进行拘捕 并出动人群管理特别用途车 用最低所需武力执法 无线电视记者先自报道